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江南四大才子之一 他点秋香的故事非常有名 可是我想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 他还没有点秋香呢 话说那一天 唐魔虎坐船到江中游玩 小船行到江中 唐魔虎让船夫停下了桨 让小船顺水漂流 正是盛夏天气炎热 那船夫放下了桨 从怀中掏出一把折扇 开始扇风起来 扇子上面是白纸一张 没有什么痕迹 唐魔虎看了 觉得美中不足 因为唐魔虎是个画家 唐魔虎说 你的扇子好扇风 只可惜上面白纸一张 没有什么趣味 船夫一听顺水推舟 笑道 扇子空白 是在等公子宁给画画呢 唐魔虎一听解开行囊 掏出毛笔和墨烟 就着江水磨了墨 正寻思着画什么呢 正在这个时候 江边树上飞来几只麻雀 唐魔虎一笑 行 就画它了 唐魔虎拿起笔 开始在纸上画起来 边说边画 雀字飞来自在 雀雨扇风清凉 好 只见唐魔虎拿起笔 在白纸面上 点一个墨团 又点一个墨团 不一会儿 就涂了七个黑乎乎的墨团 那船夫看了 越看越心疼 越心疼就越生气 你好好画画 干什么 要糟蹋我 白白净净的好扇子 船夫怒道 你又不是三岁小娃娃 干什么硬生生 糟蹋我这 白白净净的好扇子 唐魔虎本来一脸得意 听了这话心生内疚 你 你再看看 真的不合心意吗 不合意 不合意 船夫正被怒火 遮住了眼睛 哪里心思细看 你突兀了我 白白净净的好扇子 快还我一把 唐魔虎笑道 没事 没事 你既然不喜欢 那我给你拿回来好了 只见唐魔虎拿起白纸扇 用食指点住其中一个墨团 把墨团慢慢的往扇边上移 推到扇边上的时候 用力一打 呼呼 只见一只小麻雀从扇面中滚出来 落到水面上 拍拍翅膀飞走了 原来呀 唐魔虎画在扇面上的七个墨团 竟是七只活生生的小麻雀 一只一个样子 一只一个神态 一只只都是活的 船夫看傻眼了 他张大嘴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一动也不能动 就好像变成了一尊石像 一时间凝固了似的 只见唐魔虎胆走一只 又胆走一只 不一会儿 扇面上的七个墨团 全都变成了小麻雀 他们拍拍翅膀 飞到江边的麻雀群里 飞到江边的绿树丛上 再也吵不到了 那船夫这才意识到 刚才的画是千金难走的宝贝 他急得又搓手又躲脚 对唐魔虎说 公子 刚才是我没留心细看 要不您再给我画几只 无画了 无画了 唐魔虎说 好风景都在这造画里 唐魔虎收拾起行囊 将毛笔和宴台 放回自己的行李中 继续看风景 不再说话 那船夫继续拿起白纸扇 扇风歇凉 仿不能听到 雁雀自由飞翔的啾啾声 故事讲完了 是不是很神奇呢 唐魔虎可真是一个好画家呀 另外 他说的那句 好风景都在造画中 是不是听起来也很深奥呢 如果你对中国国画有更多了解的话 就会知道得更清楚了 那么小朋友 这个故事你听明白了吗 如果听明白的话 就跟你的爸爸妈妈 还有小朋友们讲讲吧 这样 中国故事的流传 就会有你的一份功劳了